昨天下午在成都远洋太古里 张亮颖的到来吸引了不少粉丝和媒体的目光 马丁靴黑色奇袭短裤 西装外套白色衬衣 再加上她靓丽的长发 回到家乡的亮颖状态不错 有不少媒体也非常关心 亮颖原本计划于今年举办的成都演唱会 我觉得到要做的时候再说吧 现在最近是一个计划没有变化大的时候 就是很凸显很突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段 所以到OK的时候再讲吧 自2005年张亮颖参加超级女生正式出道 之后的星途可以说一帆风顺 发音乐专辑 举办演唱会 参加慈善公益 领取各大音乐奖项 努力的她一直在突破自己 可以说张亮颖绝对算得上 是如今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你是否还记得15年前 在成都的超级女生比赛舞台上 被称作海豚鹰公主的她当时的青涩呢 首先想说非常谢谢大家 相处了15年 所以期待更长的时间 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音乐 然后我现在也觉得不只是执着于音乐了 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分享 作为成都人 张亮颖从没忘记为成都贡献自己的努力 四川全民健康形象大使 成都垃圾分类宣传大使 成都大运会形象大使等 这也是让她15年来一直深受歌迷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其实在生活中 张亮颖是一个大打烈烈 开朗随意的女生 好像因为我有的时候 就是非工作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蛮随意的 我可能真的就带个身份证就行了 那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的那个 是不是太随意了 更多精彩新闻直播 下载看渡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